石门区前华国小学童喜爱阅读前政治图书馆采购了一批新书 小朋友对于其中一本关于亲子一同动手玩科学的书籍很感兴趣 有鉴于此前华国小今天上午也特别邀请到这本科学作家 来到现场陪伴全校的学童一起动手玩科学 而看见从书本中走出的作家 孩子们都非常的期待今天科学教育的体验 平常我们自然科在教学的时候 经常会强调说要学习带着走的能力 可是经常在教学的时候会变成是说 我只是学到知识而已 而没有实际这样去动手做 那我们学校也采购了很多有关自然类科相关的书籍 比如说是生态方面的 也有实际动手做的部分 那因为这个徐老师呢 是刚好是这一方面的专家 那我们想借由这个动手做的活动 科学动手做的活动 带来给前华的孩子有一些实际上的应用 跟自然科生活上的应用相关的 然后可以实际上去解决问题 然后从中获得乐趣 我们希望说把科学的乐趣带给更多的孩子 那因为我们考量说 其实在整个城乡差距上 还是有蛮多的落差 然后刚好这一次有机会 跟动物大学物理系的教学研发中心合作 所以就一起来这个学校进行一些科学活动 这一次的活动因为学校比较小是从一到六年级混零 所以我们在活动设计上都是比较偏科学游戏的方式 然后让大家能够从动手操作 还有游戏当中去体验到科学的趣味 在快速的分组之后 每位学童都拿到由作家与动物大学物理系 大哥哥大集结准备的教材 而今天准备的教材都是学童随手可得 不需要花大钱购买的材料 对此科学作家表示 玩科学不需要下重本 其实生活周遭有很多的元素都可以取材来使用 主题的部分都是从生活当中取材 并不用特别花很多钱去买套件啊 或者一些材料 然后里面也有一些特色 就是说提供一些亲子互动的游戏方式 所以我们希望说除了动手做科学以外 大家也可以延伸从科学游戏来增进亲子感情 学生两两一组互助合作 一起剪开道具气球 从今天的玩科学活动中 孩子们不只是学习到许多的科学原理 也透过做科学体验的过程 学习到大手牵小手照顾学弟妹 以及与同侪一起合作的互助精神 就走出教训 在课桌椅以外的场所 获得更丰富的知识 记者 廖平函师们 采访报导